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14日 年初三早的第一節 一起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紐約州州長科莫被媒體踢爆 原來在去年年中曾經隱瞞疫情 刻意把安老院裡的長者死亡人數壓低 而曾經盛讚科莫抗疫成功的拜登 如今也和他割席 很多民主黨的州議員也譴責科莫 可說科莫現在是等候祭旗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加州州長 也是民主黨人 叫做紐心 現在面臨著被選民罷免的命運 只要在3月17日之前 有超過150萬名的選民聯署 就能夠發起一場罷免公投 現在的聯署數字已經達到140多萬 只是距離這個目標一步之遙 至於第三宗消息就是白宮承諾要加強管制槍械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到底這個紐約州長科莫 如何來隱瞞疫情 根據《紐約郵報》的爆料所說 又是《紐約郵報》了 大家記得在去年10月的時候 《紐約郵報》是第一家有吉屎的媒體 爆出了亨特的醜聞 其他媒體全部都不敢報 現在又是由《紐約郵報》 這一家保守派的媒體來揭發 所以事實上在美國的媒體當中 保守派媒體是有它存在的價值的 所以我從來不只是看主流媒體 當然我也會看 但是我也會看保守派媒體的報道 這樣才會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角度 來理解美國的現況 好了 《紐約郵報》這一篇報道 其實就是引述至民主黨的內部會議 在這場會議裡 州長科莫的秘書叫德羅莎 他爆料 說州政府原來在去年 曾經隱瞞過在安老院裡 染了無肺而死亡的人數 以逃避特朗普政府的調查 當時 其實在這個安老院裡 已經有超過15000人死了 但是科莫公佈出來的數字 就壓低到只有6000人 即是說 那個數字就是被壓低了六成有多 這樣對於美國整體防疫抗疫的措施來說 當然就是會有一個衝擊 你科莫將死亡人數故意壓低 不公佈真相出來 一來你又會使得聯邦政府掌握不到 究竟紐約州的疫情有多嚴重 會造成判斷上的錯誤 所以去年引發了一個罵戰 就是究竟紐約州為何遲遲都不去解封 特朗普總統就說 你不能夠長期封城 原來你是這麼嚴重 你是搞得一獲足 你是不敢上報出來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你不把實情公佈給公眾聽 有部分人他仍然會疏於防範 因為他不知道原來那個情況 已經去到那麼水深火熱的階段 當然 為什麼他要隱瞞呢 原因就是因為特朗普總統 當時指派了司法部 來對於這個州的疫情進行調查 於是他故意壓低了數字 這就是整件事的背景 好了 現在這件事被踢爆了出來之後 共和黨人當然馬上就是吃著勢 不斷炸你 這些才有戰力的 我就欣賞 不要整塊飯這樣踢都不會動的 那些是廢柴 那些是沒有用的 共和黨的紐約分部主席尼克就說 紐約州的第二把交椅 州長的高級助理德羅莎 在一場會議當中承認是隱瞞疫情 那麼尼克主席就說 他們這樣搞法是蓄意違反了州的法律 也都顯然構成了妨礙司法公正 而科莫濫用職權 也都破壞了人民對於州長辦公室的信任 所以他們必須要啟動起訴和彈劾的程序 這些是好東西了 真的 不是只有他懂得去搞什麼彈劾 現在在州的層次都要彈劾他回頭 他事實上是妨礙司法公正 人家司法部去查他的時候 他故意壓低了那個人數 已經構成了 所以現在彈劾他回頭就對了 這些人是要懲戒他的 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期 他就罵了那麼久 一尾就對著幹 現在他出事了 當然是要撿回他一劑 就算在州議會裡面 過不了半數也好 你怎麼都要啟動這個討論 就讓那些民主黨人補他都出醜 但是目前的形勢就是 那些民主黨人有部分都開始跟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甚至乎有些還跟他割席譴責他 因為這些事情不能補 他是隱瞞疫情的 而且是在一個內部會議當中 由他的秘書自爆 沒得好說 不是人家屈你 你自己說 所以這次他就是走不掉的了 南偉拜登去年還公開讚揚過科目的抗疫表現 就說他每天召開這個簡報會 向公眾交代疫情 展示出他的領導能力 為美國定下了黃金的標準 完成了了不起的工作 就是隱瞞 所以這兩個人臭味相頭 你現在拜登不出來補他 不出聲了 現在是縮一塊 去年這個科目是罕障 隔幾天就在Twitter上 咬特朗普一鑊 你現在拜登竟然不補他 真是沒有義氣 好了 紐約州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加州的情況 又是民主黨人做州長 加州情況是怎樣 去到上星期的時候 已經有140萬個選民聯署了 只要在3月17日之前 是滿150萬人聯署的話 那就能夠啟動得到罷免案 我相信 差10萬人 其實沒有10萬人 現在來到這一刻 已經是 我相信是會達標的 是會啟動得到這個罷免案 那加州這個罷免案 是怎樣來操作的呢 跟其他地方的操作是很不同的 其他地方的操作一般是怎樣呢 就是先有一個罷免公投 如果是通過了以後 當然這個州長就收皮了 他收皮之後就會搞一次補選 一般就是這樣的程序 但是加州不是的 加州是罷免公投和補選 是同一天進行的 這樣就厲害了 因為你這樣搞的時候 就會激發民眾的熱情來投票 本來如果你只是說 要罷免一個人的話 你未必能夠動員得到這麼多人出來 除非你說那個人很討厭 但是現在的罷免公投和補選 是同時進行的時候 這樣兩黨的支持者就會自動投入起來 所以我相信 是會很輕易達到門檻的 到底能不能夠罷免得到 當然就要看當地的民意 但是這個州長扭心 其實他也很討厭 就算民主黨的人都不喜歡他 所以我相信 罷免他的機會也不是小的 而且罷免完之後 究竟由誰來做呢 這樣就很考慮 究竟共和黨人能不能夠團結一致 如果在那個補選裡面 你只有一個共和黨的候選人 我相信 就有機會翻得到盤 事實上紐約州也以前做過紅州 阿諾舒華森力加 做州長的兩屆就是 這個就要考驗 到底共和黨夠不夠團結 如果你在那個補選名單上 有幾個共和黨人 那些票就能夠收工 對嗎 如果你一個候選人 就有機會翻盤 而且上次 成功罷免州長的歷史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03年 同樣發生在加州 一旦罷免了民主黨的州長以後 就由阿諾當選 所以不是說沒有機會 當然我又不會說很樂觀地 吹到一定會成功 這些只是吹消而已 但是 現在看的情況 就是審慎樂觀 起碼有機會罷免 因為這個人很討厭 這個紐心 如果有些益有住在加州 感受就很深了 紐心上台這兩年以來 失業率又大升 稅率又大升 然後處理森林大火方面又失敗了 處理防疫抗疫工作又失敗 因為加州的感染數字很高 所以搞得民不聊生 現在難得有機會 民眾要發洩的時候 當然 我相信 他是有機會遭到罷免的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第三個消息 在幾天之前 白宮的官員 就和一些提倡要管制槍械的團體領導人 進行了一次會面 在這一次會面當中 白宮官員就傳達了他們對於槍械管制的信心 當然這就是司馬超之心路人佳見 拜登上台之前 他都說要管制槍械 如果不是 全國補充協會 用什麼從紐約州遷冊到德州 就是怕被他搞 怕被他動 現在他似乎要有所行動 現在在輿論上做一些醞釀 對於槍械管制的團體 來放風 好了 他搞這些事 人家都不是站著任他打 全國補充協會 鼓動他們所有的會員 要在不同的渠道發聲 反對槍械管制 因為這樣 就侵犯了美國憲法 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利 現在在民主黨 完全執政的情況下 其實 他們推出什麼議案 都很大機會可以獲得通過 因為民主黨在參眾兩院 都是佔過半數的 所以這個槍械管制的法案 到最後會不會真的通過得到呢 我相信就是時間問題 如果有些議員 他們在那裏拉布 或者在那裏搞一下 可能就會延遲些 但是如果你按照表決的情況 民主黨一票不走的話 對於那些勇槍人士來說 情況就不是很樂觀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